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,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事务总局近日发出通知,就支持庐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进行了明确,具体政策包括减轻企业税收负担,减轻个人税收负担,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,促进就业等多项内容,相关税收政策,繁卫著名具体期限的一日执行至2015年12月31日。